近日墨西西比州降雨增多 改善了當地的乾漢狀況 該州州長Tate Reeds宣布 從本星期四開始 除指定的27個月外 其他地區將解除現行的焚燒禁令 指定的27個月將自行決定是否解除焚燒禁令 使禁令按預期結束或延長禁令 據悉在極端乾漢的情況下 從今年的8月1日至11月14日 該州消防部門共處理了1,506處山火 全州近2萬2千英畝的土地遭到銷毀 對此該州開始實行焚燒禁令 禁止居民焚燒垃圾、點鹽溝火 和其他可能引發火災的活動 《天下衛視》記者編輯報導